明人站的影片 大家好 我是明人站的 Vjine 歡迎大家來到明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會跟大家開箱的就是Hermes 這個品牌 大家看到小小的盒子 都知道我會介紹的是什麼 都是一些小的包包 我現在事不宜遲 開給大家看看 沒錯 它這個就是Woolis Woolis有分尺寸 我手上這個就是Mini尺寸 有些人都會稱它為豬鼻 為什麼會稱它為豬鼻呢 因為它這個設計像豬鼻孔 所以就叫做豬鼻 我這個顏色是平色 是兩隻金鏈新的顏色 這個面頭是職業雲灰0L 而底部就是O8和室藍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拼得非常漂亮 不會說格格不入 而且都是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相比單色的話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看 而平色就非常漂亮 它會配銀扣 因為平色的話 如果你配金扣的話 可能就會搶了它一點點顏色 配銀扣的話 低調得來 就顯得它這兩個平色 主備它這個皮質是用了Alpha Color皮 它的尺寸其實跟Constant的18尺寸是差不多的 但價錢就比Constant便宜 它後面也有一個貼袋 你可以放變身小小的東西 電話或者霸通都可以 我開給大家看看裡面的容量 它配有一條肩帶 裡面是做了兩個分隔層 放電話或者霸通 銀包都可以 有一個內貼袋 中間都可以放東西 不過我個人建議放一些變身小小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放比較厚 就會突出來了 容量絕對是足夠平時要用的東西 現在說一下它的肩帶 它的肩帶 這一邊就剛才說了 這一邊就不能拆射 另一邊是可以滑動的 可以拆射 按一按這裡就可以捐進去 它這裡做了遺寸灰的顏色 我教大家 首先是一個不動的 先放進去 然後按一按下去 就可以進去 就可以了 你可以當斜尾或是單肩尾 單肩尾 就把這個拉過去 拉過去 然後這裡扣下去 單肩尾就會短一點 我現在示範斜尾給大家看看 它的長度剛剛好 不會太長太短 這個顏色都非常搭配 而且比較特別一點 不用怕跟別人撞顏色的袋子 有些人也會綁條絲巾 我個人建議 其實如果要拼色的話 這樣就足夠了 我試試單肩背給大家看看 就可以了 上肩尾就剛剛好 的長度 或者可以把這個拉 這樣多一個手腕 都可以 好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袋有沒有興趣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斜尾對門市找我購買 也可以加我下面的聯絡方式 記得LIKE和SHARE出去 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背景 我看你的 快拍